大家好,我是八戒 今天是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 喜欢的朋友们,点赞评论加关注 油管的朋友们,点赞评论订阅,小铃铛点起来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这个美国啊 又要给这个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大众们发钱了 这个美国啊,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 已经偏离了这个主题了 常言到天上不会掉馅饼 最近啊,掉的不是砖头,就是锅 所以说人在家中做,锅从天上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今年的行情啊,特别的反常 美国人民这个已经被馅饼啊,砸中了一次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美国人民已经发了一次钱了 每个家庭,每个个人获得的补助从1200美元到最高3800美元不等 那这个相信大部分华人的朋友也已经账户里面已经收到了这笔款项 但是这个第二次这个馅饼砸到你头上的机会啊,又要来了 也就是在后天,本周五,在美国华盛顿众议院即将开始一轮新的投票 这次发钱的法案的名称叫做英雄法案 Heroes Act 这个法案又被称为健康和经济复苏综合紧急解决方案法 大概意思就是说,又要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发钱 不然啊,他们真的一个一个的都要破产了 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法案的内容 好,这个法案呢,分为两大块 第一块是关于家庭和个人的发钱补贴 第二块跟上次一样是关于企业的发钱补贴 我们这个视频分两段来说 我们先说华人比较关注的这个家庭跟个人这块发钱的政策方针 好,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发钱的方案 这个发钱的方案,朋友们可以上美国众议院网站去查看 本次发钱的方案,我已经download了下来了 总共的法案一共有1815页 这老美啊,真的是很狠啊 在短短的一周就推出了1815页 不包含图片,是纯文字的一个法案 你光看这个方案,就要看好几天 好,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回到这个方案 关于这个对于中小微企业主个体户 对吧,做点小生意的,摆摊子的 这些在美国这个经营小本生意的人 这个有哪些这个补助呢 从上一个方案来说起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啊 这个通过了这个KARS法案 KARS法案的内容是什么呢 几个在华人群体当中比较受益的 也是我身边的朋友,经商的华人朋友们 开店的呀,开公司的呀 都拿到这个补贴的 第一项就是薪资保护计划PPP PPP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为期八周的时间内 你可以向你的这个美国对公银行的开户行 去拿着你的公司的税表 2018或者2019的税表 去拿着你发薪水的这个W2的一些记录 去拿着你的水电费账单 以及租金账单 去跟你的银行的对公的那个客户经理 去申请你这个整个PPP的这个政策补贴 他是怎么补贴呢 补贴给你往后的八周的这个75%的这个人员工资的薪水 比如说你一共有十个员工 每个员工一个月发三千块钱 那十个员工一共是发三万美元 他给你补贴75% 那剩下来25%呢 他给你补贴你的水电费啊 补贴你的租金啊 给你在这上面补贴 我身边有朋友啊 大概单位有一个五六个人 他现在已经拿到了大概一个月将近两万美元的补贴 也算是不错了 有怎么没有好 这瘟子在小也是肉 还有一个政策 上次的是这个一万美元的一个无偿政策 说回来刚刚那个PPP PPP给你的这个补贴呢 是不用你还的 就是只要说你按照规定 把你这个各项账单提供给你的贷款的客户经理 或者你的对公的客户经理 他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政策走一遍以后 你的这个钱到时候你给他 把你这个付薪水的这些账单 再给银行看 他会拿去上面审批 审批过了以后 你这些所有的一个月两万 一个月十万也好 你花出去的这些补贴 他全都会给你 作废掉 你就不用这个账 不会寄在你的公司头上 也不会寄在你的个人头上 你不用有你不会有这个债务负担 第二项是叫这个EIDL 经济伤害灾难贷款 你可以去申请这个贷款 这个贷款的利息是多少呢 是一个点 年利率是一个点 为期是两年 他这个申请贷款有一个附带的 你要打个勾 你打个勾呢 他就会无偿的会给你一万美元的额度 让你用作紧急过渡 这个一万美元额度呢 如果他给你批了这一万美元 也是不用你还的 你可以花在你公司的经营的租金啊 这个人员工资啊 这上面都是可以这个花掉的 也是不用你还的 然后呢 你如果额外申请了十万美元贷款 那这个贷款呢 基准的年利率是一个点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低的这个融资 融资成本呢 那今年关于这个Heroes Arcter 就是英雄法案 这个他对于小企业主呢 又根据这个EIDL又额外的拨款了 一百亿美元 给这个前期没有申请到这个一万美元 补助的小企业主 再给你们一百亿 让你们抓紧时间来申请 上次好像是两个星期 这个贷款就被一扫而空了 还有上一次这个申请这个PPP的贷款啊 一开始是三千多亿 两个星期也没了 然后政府又追加了三千多亿 好像最近也没有了 这个华人总是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有白嫖的机会 我们肯定要上 对吧 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毕竟这个钱真的是能够帮助你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 一般来说啊 你跟这个材料准备好了 跟你的对公的客户经理去申请的话 两周会告诉你结果 是能通过还是不能通过 好 当然了 这个法案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这个提高这个一线的工作人员的这个薪水啊 对吧 还有包括这个设立这个对于在一线工作的人们 这个医疗这个医护人员 包括这些货车司机啊 涉及到这个紧急微重行业的这个运输的 危险津贴多少呢 两千亿美元 还有这个750亿美元 用作这个病毒的检测追踪治疗 这次啊 他这个法案里面包括了1750亿美元 给这些低收入家庭 以及这个住房这个mortgage 面临这个困难的群体 付不及账单的 付不及地产税的 付不及房屋贷款的 付不及水电费的 一共总计是1750亿 这个会补贴到各种各样的群体当中 有租房的 有买房子的 都包含在内 所以啊 这个期待着这个 这次美国房价下跌的朋友们 估计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你们估计要等一等了 账上面的资金准备好的人 也要等一等了 这个法案还包括一项什么呢 就是把你失业保险金 每周额外的联邦政府 每周再给你600美元 一周多给你600块 那一个月就是多给你2400块钱 原来呢 是到2020年7月31号 这个钱就结束了 现在呢 法案打算把这个钱 延长到2021年的1月31号结束 多延长了半年多的时间 这个所以说 现在美国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 大家都去申请这个失业保险金 都因为你一个月联邦就多给你2400 你平常断个盘子 扫个地 送个外卖 一个月也就3000出头 再加上你本身的有这个失业保险 所以说一个月能拿到4000块钱 甚至5000块钱的失业保险的人 不计其数 所以现在就是很多人可能在家躺着数钱 不愿意去上班 这种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 所以说啊 这个美国啊 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 越来越偏离正轨了 这个法案呢 共和党 它是要极力抵制的 从这个经济的角度来看 它发这么多钱 那是不是在收割全世界的韭菜呢 美元霸权 是不是在收割全世界的韭菜呢 这个问题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来给大家解答 好 我是八戒 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 那我们关于上面的这个发钱的事情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 油管的朋友们 点赞 评论 订阅 小铃铛 点一下 谢谢大家